台湾的儀款非常多 在日前企護就開航有合計的儀款 不等紅町借款 包括儀款基本車可以在行 不過目前當区後的儀款 因為車流量很大 開航後 還是有很多交通問題需要解決 既然朱正宣就邀請企護交通局 來到現場會看 討論解決方法 台南有15個大大小小的儀款 為今年柳秀開航小有合計的儀款 經濟紅町借款在出事 因為在等過後的儀款 也有4月13號機 開航基盤車可以在行經過儀款 雖然這個價位便利了用路人 但是現在又是發現很多交通問題 既然朱正宣就邀請企護交通局 頂上官單位來到現場進行會看 希望可以找到改改的方法 如果機車你要在圓環左轉的話 你必須要繞著外圈 等了三次紅燈才能完成左轉 那我們也要求交通局要再提前 在提前的入口做預告 請他用替代道路來提前左轉 第二個部分 車道要進入圓環的時候 是兩個直行車道 要進入兩個圓環內的直行車道的時候 其實會經歷一段直行車道的偏移 但我們也有畫一個引導標線了 但目前用路人還不習慣這樣的標線 所以也會提醒交通局 我們要提前在入口提醒用路人 我們的機車族的朋友 他在後甲圓環要進入之前呢 其實他會面臨一個直行機車 車道突然變成右轉車道的一個漸變 那我們也提醒交通局 要把這個漸變的標誌 號字全部寫清楚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後甲圓環緊鄰著 現在非常多市民會使用的南訪購物中心 那這個車道出來的地方呢 車輛進出的時候 會跟我們中華東路上的直行車輛 會有交織的一些危險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拜託交通局在號字上 做一個紅燈提前的把車流攔阻 會坎現場在地東區市員蔡小偉也到現場關心 將對上一次已經會坎的結構 跟這次會坎的情形來做一個討論 在市府交通局也透過這次會坎提出改方 希望讓用路人一個安全的行車路線 中華東路的車流量比較多 我們又開放了後甲圓環機車可以執行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騎士 或者是我們的用路人 都可以依照號字的標線來做行駛以外 也希望交通局在這次的會坎裡面 除了提早告示大家在號字的這個分線以外 也讓我們的用路人習慣說 在執行進去在圓環的時候呢 可以正確的使用 這部分交通局也會利用一些 提前在上游入口偵測高市排面的方式 來導引機車 如果你是要採執行的方式 穿越後甲圓環 希望你可以提早切換到中間車道來 減少跟外側右轉專用車道的車流的交織 行數的車流來來去去 但如果對著標誌不清楚 一個沒注意可能到的造型交通事件 也要是比法款 現在到客氣完的發聲 跟市府討論來共同改革問題 讓台南的交通更加完善 記者領域捐馬文家黨褲 彩虹伯德 要學習台風 說到… 公主的廣東